一定要行贵 我們這邊一共有六條,對不對 我們要把這六條,接成一長條 接成一長條,就像他們這樣 一長條 然後呢,是直的 所以以前我們在接東西 就是按兩片部,你就給它呢 邊對邊 邊對邊的話,如果你接起來 它是 一個 直角,不是直線 所以就表示說 如果邊對邊接法 那個是呢,一般呢 齊部的接法,那現在我們是 正邪部,所以接法就不是 這樣子接 那怎麼接?我們就要接成 人字或者是入字 都可以,就看你的部 的邪口方向 那現在呢 我一塊布,現在呢 先找一塊布 這塊布我們不分正反面,所以沒有關係 那呢,如果呢 有正反面的布 你先放上去的這一片布,一定要正面向上 然後另外一片布 在正面向下 所以兩塊布都是怎麼樣 正面對正面 我們在接東西都是正面對正面 好,然後呢 它呢,叫布 我剛講過說不可以這樣子接嘛 這樣子是平接 對不對,我們是要把兩塊布 放成一個 正直,或者是入字 入字或是人字都可以 就看你的斜下 要這樣子 這樣子來接 這樣子接起來 是不是就是一條字線 這樣子才是對的 好,那現在你這兩塊布放好了 我們確定它的位置之後 下面那一塊布 你就畫 0.75 重度 你把它畫 重溫P 然後放上去 現在呢,放上去之後 我們這兩塊布 好,不要 來,現在 我要把它上對正面 好,要對正的時候 要注意到的 來,現在看到 我這個畫的記號 剛好呢 對正的 這塊下面這塊布 抓也不編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看到很清楚 又近距離拍 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指甲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這一邊 它也是剛好對到這裡 這邊也是一個指甲 好,這樣 好 然後我們現在 對好了之後 你不要拿起來 你就直接 在桌面上 來,桌上固定 你拿起來位置 讓你來照 好,這樣 這樣子 好 好,固定好了之後 我們來開始縫 好 然後縫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 小針的平針縫 好 小針的平針縫 好 標準的是用單線 但是呢 你們很喜歡用雙線 好啦 就好,利用雙線好了 好 我們現在縫 縫的時候 我們說過 任何一條線 開始在縫的時候 要怎樣 回針 那最後一針也要回針嘛 好 然後呢,我們縫一縫 縫到一半的時候 也要怎樣 想到的時候就回一針 這樣子可以呢 增加這個縫線的堅牢度 好 好 好 現在 我第一針 因為我要回針 所以 因為要回針 所以我要向前 然後回回來 在那裡 會不會 入口 就好 有 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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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想说我要回正 在回正之前是不要先听一听 好 再回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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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